不只台北股市再創歷史新高 截至今天为止 全球重要指数包括了台北股市 美国的标普500指数 NASDAQ指数 当然在整个亚洲国家当中 最亮眼的叫做日本股市 日进225指数光今年涨了19% 快要20% 今天最重要的意义是 突破了4万点的大关 盘中最高点占上了40314点 会不会再涨 目前外资圈法人圈都认为还有机会 为什么两个原因 第一个 以目前看起来 整个的本益比还不算太高 因为物价跟工资 有可能进入良性的循环 第二个是 目前东京证交所的政策 要让那些股价净值 比还不到一的厂商要多加油 如果不符合法令的规定的话 恐怕最严重要处以下市的惩罚 这个逻辑 我们的证交所也跟进了 怎么用这个逻辑来寻找台股的潜力股 玉堂请您上台来 我们也有机会复制日本股市的行情吗 我觉得非常有机会 因为第一个 两国的股市其实都是创高了 然后再加上台北股市 也是大概高达快两百家的企业 股价比小于一 所以我们先从日本去借进 然后再回到台股身上来看 哪一些也是有这样的一个 也可以有这种所谓的一个低估的潜力股 因为你看刚刚谈到 日本股市蛮特别 还有过半的企业 在过去以来 去年以来 股价净值比小于一 那会这么高的原因 比这些欧美新兴市场还高 甚至比台股还高 台股大概才两百多家 我们才两百多家 对 但是你去看 因为日本 他们过去的公司 是把一些资产跟获利都留在内部 就没有妥善的利用 可能账上现金很高 但也没有说加发股息等等 就企业保留太多的一个现金在手上 所以东京政交手机 它在去年 他们去年就开始推 就是这些股价净值比小于一的企业 制定一些企划 就是我们常常就会鼓励 这些企业做一些改善 比如说你可能多加发 这个现金股利 你帐上现金这么多 你又没有投资 那就回贵给股东 或者是说 你可以买回一些库长股 你手上现金这么多 你看一下巴菲特 常常也是做一些执行库长股的计划 因为手上现金太多 他说我又找不到更好的企业投资 那怎么办 就买自家公司的股票 要不加发股利 要不自己买回库长股 对对 或者是说 有一些可能是 股仅比小于一的 就是可能企业 它在过去是走了下坡 但是你是不是要寻求一些转型 那你是不是多做一些投资等等 就是说提出一些改善 日本企业的一个 股东权益报酬率的一些方法 就是我刚刚谈到的这些东西 回贿给股东 那这样子做了之后 从去年以来 日本上市归公司的回购股票 就是我刚刚谈到 这样库长股这些措施 高达9.6兆 是比2022 因为我刚刚说2023就实施了 比2022是增加了1300多亿 那这样的效果之下 第一个 除了公司参与库长股的计划 让整个企业各股 一定有推升效果 第二个 如果你今天是投资日本股市 你知道这些企业 低股进比的公司 账上现金多的 会购库长股的动作 你是投资人 你会做什么 那我也跟着买吗 对 所以这个是有点什么 推波助澜的效果 所以你看从2023 日本股市一路飙升 甚至来到今年 当然今年全球 又在走一个多头 所以这样的一个激励效果之下 让日股创高 让一些低股进比的公司 股价也纷纷的上来 所以回到台股身上 我觉得当然 我们证交所 当然还没有说 如此严厉的规范 但是他之前也有谈到 借近日本的一些企业 是不是更鼓励这些公司 多做一些法说 甚至把账上的现金 回汇给股东 所以我今天也抓了 不同的面向 从古技比小于一 大概这200家公司 我就去抓一些 我觉得价值被低估的个股 OK 那第一个分类的是 我是挑这个获利配息 非常稳健的肌优胜 这是第一种 那这么多里面 我挑的这一档是家章 他是做一些机构建的 机构建 机构建的部分 那机构建 第一个 他在过去这几年 开始做一些调整 他以前主要做这种面板 这些机构建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 面板不太好 所以过去几年 他开始转型 做一些NB 客制化的 甚至车用的 然后还有一些 网通的产品 所以他在这些 比较客制化产品的 为小型化的机构建的部分 营收的占比 其实过去几年 都慢慢的提高 那因为这一些的单价毛利率高 所以他公布去年 他的毛利率24.31% 是写下14年的新高 所以你知道 这家公司不错 毛利率是写下14年高 我们知道毛利率是一家公司的 竞争力的一个关键 那再来他长期以来的 获利及配息都很稳健 这几年现金股利都大于6% 等一下我们会做一张表去看 那就是刚刚谈到的股价净值比 他在这个收盘价是45.35 他的净值有59.9 还差了蛮多的 股价低于净值 对股价低于净值小于1 股价比净值低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这个配息率 还有他的EPS的表现 这是我从他上一次 去年底的法说抓的一个资料 从2014到2022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EPS 除了2015当时有一些 业外的损失之外 每年两块多 两块多一块 到最近这几年 4.5 4.57 4.76 6.3% 4.53都很稳 去今年刚公布 就上离拜公布 也有4块多 表现都很稳 尤其你光看这几年 都表现很好 那现金股利也很稳定 从2014配1块5 1块25 每年都配 到现在是2块多起跳 2块5 3块 2块5 今年也配2块多 那配息率呢 相对来说也蛮大方的 大概从58% 我们这样看这几年来 大概都是50%以上 所以你就知道这家公司 获利很稳定 现金股利配发都很稳定 殖利率来讲 可以看到从4.25 4.99 然后到过去这几年 几乎都有维持到什么 6个%以上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 这个红色就是它的殖利率 对对对殖利率 你可以看到都不错 然后柱状体的是 它的现金股利都很好 所以你会觉得 像这样这么好的公司 第一个你说 它可不可以作为 你说长线的一个 你说定存标定 存股标定 我觉得没问题 这种都符合 再来第二个 就是股价还低于禁止 那时候明显的委屈 所以我们看它的K线 我觉得最近来讲 因为它刚好上周公布 它的一个 EPS跟现金股利 大家觉得表现不错 而且股价在前一波跌了 这么深的情况之下 看起来短线上 这个日K的一个 呼吸地也有成立 所以我觉得以家章来讲的话 这个高点过了 那代表说短多的气势还蛮强的 那配合这一波台北股市来讲 刚好三月底以前 年报财报陆续公布 我觉得它就是去反映 整个获利配息非常稳健的公司 价值被低估的情况之下 开始有些买盘进场做卡位 所以我觉得以操作的部分来讲 你大概可以这么抓 因为它过高了 那这个高点大概45 所以压力变支撑 假设接下来有打回45块附近 五日先慢慢狗角上来 我觉得这个地方 极短线上可以作为 第二波的一个进场点 OK 它平常量比较少 对 它比较少 所以我刚刚谈到 你可以做一个比较 因为价值低估 股价低于禁止 你可以做一个比较 中长期的布局 因为我觉得它是 也符合叫定存的标的之一 OK 因为配息很稳定 对 因为股价低于禁止 我刚刚列为这个叫做 获利配息的极优胜 是4942的加账 那下一档我抓的是 股价低于比也是都是小于一的 但是我会把它列为叫转积股 所谓转积股就是 它的产品结构 开始做一些调整 我抓的是这个1409的新鲜 为什么说它开始有转积 因为你想要新鲜就是 仿股 仿股 但是在过去这几年 它开始切入到不同的领域 像是折叠手机 特用化学跟电动车 这个是它未来 营运最关键的三件齐发 我觉得它今年的营收市场在 就是说上一世公司的法说 谈得蛮乐观的 那第一个光电业务 就是在折叠手机的部分 那种可饶式的光学模 就是它的子公司 有灰 有灰有挂牌 其实获利都不错 股价也创高 那星科瓜电也是它的子公司 但是没有挂牌 那这个就是它子公司 有灰跟星科瓜权做的 这种可饶式的光学模 在上一世法说就有谈到 已经打入到折叠手机的供应链 这是第一个 折叠手机链 1409新鲜也有吃到 第二个我觉得也是蛮具成长性 就是半导体的特用化 最近很夯的 对它是跟比利时的厂商 去做技术的授权合作 它在台南厂去供这个 就是电子级最高等级的双氧水 那就是用于半导体晶圆的清洗 是晶圆的 对上一次这个郡明就有谈到 清洗的一个设备 就是电子级的双氧水 那预计是今年第二季要投产 所以说营收获利会大概在第二季下半年 开始供应给新鲜 所以以后谈到特化 新鲜它也列在里面了 第三个是工程塑胶 这个已经是 这几年早就已经切入的 因为它是应用在那个充电枪枪头里面 会用到的这个工程塑胶 它已经打入到Tesla跟NIH的供应链 所以刚刚谈到 我们现在看1409的新鲜 不要用传统的纺织去看它 从折叠手机 从刚刚谈到的电动车 甚至特用化学 它都有切入 所以位置点来讲 非常非常的低 它现在股价大概接近16块 但是它的净值有22块 我们可以拉长一点来看 位置点非常非常的低 你说现阶段 在这个地方来讲 去布局这样的个股 第一个我觉得非常安全 你不用担心说 万一真的台北股市日后 有时候盘中像上礼拜大波动 这些个股绝对不会是沙盘的重心 第二个整体的形态的一个基期 它已经打了非常久的底部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来讲 底部已经出现了 第一个是配发股息的机优生 第二个是转机股 第三个我给它的这个部分 叫做摩尼指揮股 就是它拥有很有价值的小经济 那股价低于禁止的 那这一档是2316的男子店 它今天收盘价38禁止45 那为什么叫摩尼指揮 真的这小经济很厉害 它持有叫护电 等一下我们可以上一下 它在中国大陆挂牌 代号是00263 它持有12% 那成本不到5元 那护电的股价 等一下我们看就知道20多块 那随着护电的股价是标新高 它潜在的利益是高达百亿 可以贡献大概它六股本 我们先看一下护电 我们知道大陆股市表现不好 我可以拉长一点的周期 因为我要拉长一点 就是在对差不多这样 或切周线都可以 它其实在这一波的一个股价 或者过去这一段时间 其实表现非常好 我们知道我们看这几年 这几年大陆不是往右下角持续的走低 你看护电的股价 从2021到现阶段 它是往右上角去走 已经快逼近这个31块8的一个新高 为什么它会逆势走高 因为它做的就是网通用的这个PCB版 AI里面也会用到的 所以它在这个AI市场当中 吃到很大的份额 我刚刚谈到 因为你看护电的股价 已经快接近29块30了 那男子电持有它的成本 大概5块钱 现在已经赚了快5到6倍 所以从护电飙高之后 刚刚叫模仪指规 光是它潜在的这个处分的利益 就可以达到6个股份 它去年有做一些小部分的持股调整 大概卖了0.8%而已 光0.8%就大概贡献给它EPS 快4到5块 它还有12%之多 非常高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法说重点 除了这个模仪指规之外 本业其实也开始有转机 因为它在上一次 去年底的法说有谈到 高速运算这个AI用的加速卡的 这个用版PCB版的部分 今年的出货会比去年成长一倍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相信的 因为大家都谈今年的AI渗透率是增加 你有吃到AI订单的公司 理论上来讲 营收是成长不会下滑的 所以订单一季比一季好 那全年的营收有机会看增20% 所以我们看一下男子电 我归类在它叫模仪指规的 比较被低估的个股 位置点也很低 因为这一波没有涨到 日K连三红 今天占季线 对 今天占这季线 那关键在哪 这一根的一个大量 这个也是近期的大量 这个前高这个新高 我们就先不看 因为更久 那一波这一波7月份的涨 那个时候就是去年 去年那波涨 就是跟着整个AI的题材上来 那这是最终的目标 50块 中期目标 短线先看这一个 我们把这个K线放大 我觉得挑战的机会应该是 因为刚刚谈到 互电的部分 股价也几乎已经冲到 这个新高的一个位置 对 那这个41块2 我觉得去挑战 甚至去过 我觉得都不为过 因为极短线上 当然你看这一根量 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我刚刚聊到 如果市场上开始看 它的营收有起来 甚至这个互电的股价 在创高的话 我觉得这个41块2 这个地方打了一个V转上来 我觉得机会是有 了解 对 所以我刚刚谈到 就是说从股价净值比 偏低的个股当中 我大概分成三类 那给投资朋友做一个参考 但之后你也可以回去 做一些功课 从这些基本面 去找一些好的 了解 好 谢谢玉堂 请先回座了 第一个找配息的极油圈 第二个周转机题材的 第三个母仪子柜 我们有没有办法 去复制日本 现在开始强调 低股价净值比 要加油了 这些各个的操作策略 先给你做参考了 休息一下 提到的日本最近的大事 无非就是台积电的 熊本场风光的开幕 而且第二场 现在也定好了 台积电不仅是 我们的护国神山 这回所经之地 地价班长 也即将成为 护防神山了吗 台湾今年的榜市 休息一下 专家告诉您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 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 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 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